美食哪里好 特工帮你找 这里是由商商银行管名播出的美食特工队 大家好 我是龚磊 又到周六了哈 感觉吃货们要清朝出动 横扫大街小巷的美食了 作为一个合格的吃货呢 必须有地方是不用自己做攻略 加入我们的美食特工队就对了 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 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美食特工队的公众号 总价两万元的美食消费券 大家来分享 茶花扫 贵跑跑 小五仔 新青年火锅 想吃什么自己挑 要说咱江西人的口味啊 还是偏爱香辣多一点 很多吃货呢都表扑自己是无辣不欢 那咱们呢就先带大家去开开胃吧 今天推荐的第一家店小川厨 哈喽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是韩俊 欢迎收看由招商银行南昌丰行为您冠名播出的美食特工队 大家好 我是月月 哇 韩俊 选择一个地道的吃货 你今天要带我去吃什么呢 今天我们要吃的菜啊 你先来猜一猜好不好 嗯 它是中国的八大菜系之一 而且是最受欢迎的菜 同时呢还是民间最大的菜系 被誉为百姓菜 哦 我猜一猜 是川菜对不对 专业 一说到这个川菜啊 我们就想起了四个字 麻 辣 鲜 香 同时在国际上呢 还享有实在中国 位在四川的美誉 哎 我们到了 就是见家 哦 小川厨 对 走 尝一尝 我们先去看看 走进小川厨 给人一种回归田云的清清质感 大树 樱花 红川碧瓦 加上泥彩光的渗托 感觉这就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在此用餐 必定食欲大开 心情舒适 哇 这么一大桌子菜 有没有满满的幸福感觉 哇 好幸福 好想吃 当然 今天啊 我们第一位要上场的选手 就是正中间的 重庆沸腾鱼 哇 制作重庆沸腾鱼这道菜 当然也有它的秘诀所在 把新鲜龙利鱼片好后 腌制十分钟 再把鱼片用水焯到八分熟 放入用土豆粉 花菜 盐木耳 藕片打底的大碗中 最后就是关键步骤了 把密制好的高汤 加入红油加温后 撒在鱼片上 使鱼片刚好全熟 一份色香味兼具的 特色重庆沸腾鱼 就出炉了 有没有想打上一碗米饭的冲动呢 香香的感觉 再配上这个鱼本身 这种鱼的那种鲜美 越吃越好吃 因为这突出了正宗的 重庆的四个大字 麻 辣 鲜 香 而且油而不腻啊 因为你放在嘴巴里面 它一开始是有点紧致的感觉 像一个果冻一样 但当你用牙齿去化开它的时候 那个汁水会躺出来 全在嘴巴里 没味悠长啊 列列列 我跟你说啊 放开吃 敞开吃 因为我有招行买单啊 只要来吃的时候 带上招商银行的信用卡 就可以享受 95 买100元的带进去 当然 每周三的时候 会获得50元 够100元的五折优惠 这么好的优惠 还不来吃这么好吃的沸腾鱼 这么好吃的川菜 那么下一道菜啊 也是这个川菜的特色之一 这是来自重庆的正宗山城毛血旺 毛血旺起源于重庆 是一道著名的传统菜式 这道菜可谓是满满的麻辣诱惑呀 其底料有猪血 猪肉 鱿鱼 毛肚 扇片 鸡鸡 豆芽 先把这些食材放入锅中 焯水后 再把辣椒 花椒 豆瓣酱 姜 蒜 色辣油 放入锅中 用小火冰箱 加入密制汤料后 再把食材放入锅中 使之入味儿 最后将油烧热 撒在上面 腔出香味 一份汤汁红量 麻辣鲜香 味浓味厚的毛血旺 就大功告成了 我就把这个毛肚 跟这个香肠 我得像它混在一起吃 它这个猪血很新鲜哦 就不会像外面的那些猪血 其实猪血坏得很快 是的 而且它这个猪血吃起来 非常的嫩 嫩滑 而且还带了它这个菜本身的那种腊衣 哇 这个川菜真的是越吃越好吃 但是我这个作为北方人 这什么用你们南方人能吃辣 带你来这个地方 当然是考虑的非常周全的 因为小川厨 给各位不吃辣的观众朋友们 准备了一道特别地道 而且不辣 好吃 远近闻名的一道菜 一道大菜 不猜了 我这带你去看好不好 好啊 走 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请看 哇 烤鸭哎 对吧 白白胖胖的 你看就非常的可口啊 嗯 北京烤鸭怎么样 喜不喜欢 好喜欢哦 就是忽然间满足了我这个吃不了辣的愿望 而且我们这是现烤现做 烤现做 对 你看这个 这个是用果木烤出来的吗 哎呦 很厉害 是吗 没错 这个是以枣木制成的果木 你知道用果木烤有什么好处吗 什么好处啊 一般呐 用这个炭烤啊 是用那种热量去把鸭子烤熟的 但是用果木的话 是用那种红外馅慢慢的把鸭子由内而外的 炙熟那种口感是完全无法比拟的 哎呀 你越说我都口水都忍不住留下来了 烤鸭是具有世界声誉的北京著名菜市 正宗的北京烤鸭用的就是果木炭烤制 用果木炭的主要特点是燃烧直高 热卡大 燃烧时间长 无独 它烤出的肉味具有色香味三绝的特点 且皮脂酥脆 肉是鲜嫩 飘逸着清香 鸭底形态风吟饱满 全生成均匀的枣红色 油光滑则 赏心悦目 那么这种烤鸭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呢 赶紧来尝尝吧 哇哦 这个鸭子已经上桌了 好想吃啊 迫不及待了 我们赶紧先吃一下 直接动手吧 直接上手 对 动手 面饼包裹着这个烤鸭绝配 我觉得这个甜面酱非常地道 非常正宗 既不会过咸也不会过甜 刚刚恰到好处 跟这个鸭皮的这个肉汁啊 油混在一起 跟在北京吃的口感上 感觉上都满一致的 非常好吃 这个烤鸭跟我在北京的一样 很正宗 北京烤鸭非常正宗 很好 OK 主要是它皮嘛 烤的别的地方好像没什么酥吧 北京烤鸭非常好吃 北京烤鸭很好吃 很棒 好吃 正不正宗 正宗 正宗吧 虽然说啊 俗话说这个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我们是用果木焊烤出来的这个烤鸭 原材料也都是从北京直接运过来的 当然 关键是巧妇啊 没有好厨子也做不出这么正宗的味道啊 是 我们的烤鸭食也是从北京过来的 对的 现在说我们是以做川菜为主 但在川菜的基础上又引进 从北京引进了北京烤鸭 然后我们这边销售一般在100分左右 不管说选料这一块 还有做工 装盘 都严格按照北京那个要求 全宜的这种要求去做的 要 一个小时左右 才能达到这个皮酥肉那样的效果 北京烤鸭 它以色泽红艳 肉质细腻 味道醇厚 肥而不腻的特色 被誉为天下美食 加上烤制工艺 使鸭肉的韩性得以中和 是老少皆宜的营养家庭 不光如此 小川厨所具备的特色菜品 包含还很广泛 不但有精道的川菜 有纯正的北京特色 就连南昌有名的梨蒿炒腊肉 也让人停不下筷子 小朋友喜欢的主食甜品 也同样让人食欲大开 另外 小川厨的菜品分量特别足 是亲蒙好友 闺蜜情侣聚餐的绝佳之地 哇 今天真的是大饱口福辣 不仅吃到了美味的川菜 还吃到了正宗的北京烤鸭 我已经爱上这个地方了 下次还得来 是的 只要您看了我们的节目 那保证您有收获 那个香味啊 久久不能忘怀 当然 关我们俩说 不算啊 得您带着亲朋好友 心自来尝 对 同时我们也感谢 招商银行 为我们这些小吃货们 带来的福利 每周三可享受 优惠的 半价活动哦 还有您可以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密码 关注招商银行 南窗分行 回复美食客工队 就有机会领取 优惠的带金券 以及吃霸王餐的机会哦 那么我们下一期节目 不见不散哦 拜拜 拜拜 吃香喝辣 过周末推荐一 小川竹 吃货点赞人数 8636 风靡全国的川菜 必须会赢得 每一个吃货的芳心 我觉得这家餐厅非常有意思哈 主打地道的川菜 在引进特种中的北京烤鸭 南北名菜汇集 选择上呢就丰富了很多 当然如果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招商银行 南窗分行 回复美食特工队 不但有海量的美食好去处 供你选择 而且还提供各种优惠 甚至吃霸王餐的机会哦 如果说川菜呢 是国民菜系的话 那能与它一争人气高下的 也就非香菜莫属了 咱们来看看牛蛙在香菜里 还能吃出什么新鲜花样来 今天推荐的第二家店 波子蛙 哇 真是感觉辣得好过瘾啊 其实说到辣哈 没有哪个吃货是不喜欢吃辣的 而且尤其是咱们的南昌人 对了 我们南昌人啊 满腔热血可能都是带辣味的 但是咱们的这个川辣火锅 川菜 香菜已经满足不了我们南昌人 我们师傅们对于辣的质肉的追求了 没错 那么今天我们想让大家隆重介绍 餐饮界的新近网红 最闪耀的主角就是我们身后的波子蛙 来了 走进这个大大的波子便走进了这家店 没有太多花烧的东西 简单 淳朴 就像是穿越 每一处都像是想带人回到过去 回到那个简单的时代 在喧闹烦躁的都市生活中 来波子蛙寻找一片心灵深处的桃花园 人生真的是完美了 哇 真的是这样 但是重点来了重点来了 光输心还不够啊 我们要把胃填满了 心就不饿了嘛 对不对 有道理 但是那个波子蛙到底好不好吃呢 有人有话要说了 我们的波子蛙 美国都是先点先杀 新鲜下锅 先煮在味 将蛙肉的鲜味彻底发掘出来 哇 听店长看来这么一介绍 真的是快要流口水了 其实听说过这个牛蛙有很多做法 有这个红烧的 烧烤的 还有这个油炸的 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波子蛙 为什么会叫波子蛙呢 难道这个牛蛙是放在波子里的 对 我们波子蛙的灵感 是来自于常德波子菜 常德人喜欢 喜欢用波子这个熟具 做炖煮的菜式 而我们波子蛙就结合了 波子菜与火锅的元素 先煮后味 再配以南昌本土的重口味 非常受欢迎 常德波子菜又称炖锅炉子菜 炖煮菜是中国传统顶食文化的遗风 将事先初步烹制好的食材 用陶制的炖煮 砂锅 或金属小锅盛装 随小火炉上桌 由时刻边煮边吃 不同于其他的传统牛蛙 波子蛙讲究的就是一个鲜 小火稳煮的牛蛙 依旧保持着鲜嫩的口感 波子里沸腾着不高不低的绝妙温度 将牛蛙的优势一一体现 香辣波子蛙 牛蛙锅界的绝对主角 不使用任何添加剂 通过洋葱 辣椒等自然食材 来达到去腥提鲜的作用 让肥嫩的蛙肉更加的鲜美 一口吃下去 好像把全世界的美颜秘方 都吃进了肚子里 摆在我们面前的呢 就是咱们这个波子蛙的招牌菜 香辣牛蛙了 闻起来好香哦 而且不光这个蛙块头很大呀 而且这个波子也很有特色啊 对 波子我还以为是那种小小的 原来是那种大锅 很实在 我已经瞄准了一个超大号的 哇 真的很大 我的妈呀 给你给大家展示一下 看这个个头真的是非常的大 这算得像是蛙王了吧 你再挑一个好不好 我们来比一比 欢迎收看美食特工队 蛙王争霸赛 一号选手蛙蕾 二号选手蛙寒 好像不分伯仲的 我们来尝一下吧 哇 真的是 分量很足耶 就跟吃鸡腿一样 大家看好 它这个腿上的肉呢 看得出来是一粒粒的 非常的饱满 它刚刚这个是女生啊 精致的吃法啊 让我们男生大块躲一下 就直接一口 这样吃的比较爽 其实 非常鲜嫩 就像吃果冻一样 我觉得只要一吸 这个肉啊 就会轻松从骨头上 直接吸到你嘴巴里面 咬起来呢 口感很像这样的 芹菜和莴笋 这种鲜卑感很强 所以真的是好挖 这个香辣呢 香辣的口味 完全把这个牛蛙的鲜美 给提炼出来了 特别的香 特别的鲜 特别的嫩 是的 喜欢吃牛蛙的朋友 一定不要做过了 像这么一大吃 嗯 哇 得吃很久啊 而且还有像这样的配菜啊 嗯 很多 像这样的豆皮 对 像我们周边的 这些呢 都可以另外的加点 就是吃一锅 这个牛蛙不够的话 还可以再点一些配菜 来吃鲜煮 真的是一锅两吃啊 一锅两吃 一锅多吃 其实像冬天 吃这种锅子菜啊 是最好的 它能够除湿 嗯 因为这个锅子啊 它起源的是 湖南长德地区的桃园 哦 那个地方呢 北方是一个大平原 而且靠近洞瓶湖 所以冬天啊 很湿冷 夏天也很潮湿 嗯 而且这个锅子菜啊 不光热闹 而且还能够除湿 哦 潮汉 刚才咱们这个招牌牛啊 你觉得味道怎么样 哎 我觉得我已经 坠入了美食的海洋 美蛙的池塘 太幸福了 让你回味无求 是吗 其实不过啊 他们店里 不止这一道美味啊 还有一道 很有意思的招牌菜 叫 小鱼小牛 哎 等会儿 你确定没记错吗 小鱼小牛 对 就是鱼和牛在一起了 对 鱼肉和牛肉 我只听过鱼和羊搭配在一起 怎么还有这样的搭配吗 是不是很新鲜 感觉很有创意 听说咱们这个厨师 已经忙活开了 我们去看一看 走 作为一个肉食主义爱好者 看到这满瓶白花花的龙丽鱼肉 和棕红的黄牛肉 估计你的口水 已经飞流直下三千尺了 龙丽鱼 海产鱼类 鸡肉细腻 口感爽滑 鱼肉久煮不老 比一般的鱼肉要肥胀许多 黄牛肉温热补气 是气虚之人进行食疗食养的首选肉食 刚看完他们整个的烹饪过程 我发现真的是两种肉搭配在一起 绝对是这个食肉爱好者的最爱 两种肉在一起吃 有一种大块朵鱼的感觉有没有 这个菜名叫小鱼小牛 听起来很可爱 但我觉得这么一大锅满满的幸福感 这是大鱼大牛 真的是来尝尝看尝尝看 刚好不与而同 一块鱼一块牛 这个龙丽鱼 肉不光饱满鲜美 而且没有刺 特别方便一口一口 我吃的这个牛肉呢 会温嫩 会很滑 所以啊 朋友们都说这个鱼羊鲜鱼羊鲜 但今天我们吃的这个鱼牛 真的要为牛说句公道话了 鱼牛也很鲜好不好 而且感觉它们搭配在一起 这个龙利鱼和这个黄牛肉搭配在一起 也就是最佳CP 有没有 嗅到了一丝爱情的气息 那我们就一口鱼一口牛好不好 下面其实还有一些配菜的 像这个豆皮啊 对吧 像这个豆皮 很下饭的 其实咱们这道菜对吧 对啊 你都提醒我了 服务员 上个米饭 上个米饭 太下饭了你这个菜 除了锅类 碳烤猪蹄 西式包饭 这样的特色小吃 等着我们去解锁 我们先来闻一下这个猪蹄啊 上面铺满了 满满的一层 它这个调料 碳烤的 一口下去 这个猪蹄呢 一咬上 就是满满的胶原蛋白 对吧 感觉吃完以后 我可以变得皮不跟你一样好 哎呦 真的是这个鸡翅包饭 皮啊 非常的金灿灿的 这个颜色 颜色则很好看 很漂亮 我们来尝尝看吧 来来来 哇 好神奇哦 它把里面这个骨头 全部都剔除了 是 是一只没有骨头的鸡翅吧 然后里面呢 包满了这个糯米饭 香香糯糯的 真的是软糯香甜的 而且它这个酱料 应该属于那种 奥尔良烤翅风味的 外皮非常的酥脆 唐佳 里面就很像柔软鲜嫩 不是 这个糯米饭里面呢 已经浸满了它这个 酱汁了 这个糯米饭也是非常入味的 像这样的鸡翅啊 一个能吃饱 两个能上美食天堂 太享受了 韩君 我觉得咱们今天在这个 波子湾的亲身体验 就是一张嘴 一咬 就是满满的幸福感 哇 关键还是这里的 每一件爆款美食啊 不光价格实惠 而且分量扎实 通责无奇老少皆宜 还就等什么呢 快来吃波子蛙 吃完蛙 让你每天顶呱呱 没错 我们在波子蛙等你哦 当然你也可以下载 这个掌上生活的APP 领取招商银行 75元购100元的代金券 当然要记住啊 观众朋友 每周三 每周三可以获得 50元购100元代金券的机会哦 五折 对 周三五折信用卡 大家一定要记住哦 当然也没忘了 领取我们的福利哈 咱们要听众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招商银行 南窗分行 回复美食脱温队 就有机会领取美食优惠券 更有吃霸王餐的机会哦 我们在波子蛙 等你 吃香喝辣 过周末 推进二 波子蛙 吃货点赞人数 8741 小火炉 波子蛙 威出香辣 好口福 闻火未出的波子菜啊 越吃越香 越吃越热乎 如果说在这个季节里 你想把我从温暖的家里 拽出来吃饭 提波子蛙 我立马出门 好了 这一周的推荐呢 就要结束了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 下载手机江西台 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 下周四五六晚七点 美食特工队 就在江西四套等着您 明天是周日哈 别忘了同一时间 收看我们精心打造的 惊喜驾到 好吃好玩 还有好礼拿 江西四套就是您身边 最给力的小伙伴